hello大家好我是天天 今天呢咱们带来的一款机器的话是 ROG太阳神全鸭筒 其实这个机器的话是我们之前一个老铁装的一台机器 已经装了很久的去年的时候装的 它的处理器的话当然选的是i9的910K 以及华硕的2080Ti 电源的话可能但是用的是850瓦电源 经过它一年中的使用 感觉处理器可能不够用 那么i9已经满足不了人家了 然后就联系到我了 说让我给他把这个机器升一下机 首先升级的标准是什么 AMD的处理器3950X 主板的话给他搞到ROG的X570 搭配直起的皇家机32G内存 以及1200瓦的电源 这台机器是咱们装好的效果 主要是还有一个360浓声水冷 咱们今天主要想给大家带来的是 这台机器在用360水冷的时候 压3950X它的温度 以及R25R20当中的一些表现 最重要的还有一些游戏的效果 那么咱们会一一给大家展示出来 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开始进行游戏测试了 在地铁离去咱们调的是非常高 光追效果拉到极致 那么它的FPS稳定在100多帧以上 那么2080Ti的话完全轻松 没有压力 效果那是真的不是盖的 刺客信条奥德赛呢 咱们平均的帧数它是79帧 同样还是效果极致 那么咱们看一下它的FPS会跳动到多高 对于众生平等奥德赛对于所有的显卡 它都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说它的FPS也不会超高到多少 那么接下来的话 在古墓令暗影当中呢 我们光追调到超高 效果也是超高 它的FPS稳定在79帧 那么咱们看一下它在游戏当中的测试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节呢 我们揭穿了一段是在古墓令暗影里边 可能就是画面效果比较复杂 也就是特别吃电脑配置的时候的一个效果 方程进化论作为一个显卡杀手 调的效果依旧是极高 那么它的FPS稳定在100帧左右 但是CPU使用率是真不高啊 CPU作为32核心的一个大户 竟然基本上没有什么 CPU根本就没有什么使用多高多高 全屏显卡 那么在GTA5当中呢 咱们依旧是超高的画面 那么它的FPS也就在130到120左右 吃鸡呢 我们调的是全极致 超高的画面 那么它的FPS在140到130之间 那么最高它们就不说了 只说最低 无主之地3呢 依旧调的是极高的画面 它的FPS稳定在80多帧 有的时候能崩到100多 CPU的话依旧使用率并不是太高 内存的话也不高 整体的话 对作为一个吃显卡的一些游戏 像2080Ti 还是依旧没有问题 鲁大师整体跑分的话 是817439分 CPU的话跑分318000 显卡跑分425000 整体的就是这个效果 可以给它大大的点个赞 R15呢 在渲染当中特别特别快 那么它整体的跑分 咱们看一下3914分 那么在R20 平时的话用普通的CPU打开的时候 要可能等个两三分钟 3950X呢 就很快的就完成了 那么咱们看一下它综合的战斗指数 整体R20跑分8755分 Vray跑分呢 整体跑分是25237分 3D Max跑分呢 13362分 光追效果跑分呢 它是8608分 那接下来咱们进行双考 用AIDA64以及天然圈进行双考 5分钟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CPU的温度 CPU的温度平均在79度到80度左右 显卡的温度则在63度到60度左右 再徘徊 大概游戏的效果呢 就是这么多 这台机器呢 3950X搭配2080Ti 以及它的温度 大家已经看得到了 其实这个主机的话 说句实在话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需求 用A990K还是够用的 包括现在出来的10900 对吧 那么这些CPU都是完全够大家用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编程 或者说游戏动漫的话 3950X那肯定 在多任务处理上面 那还是比较香的 这个台机器的话 最有一点不好的话 就是太重了 这机器 几乎把盖子全部装上 玻璃装上的话 一个人是很难搬得动的 特别沉 兄弟们在搞这台机器的时候 一定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它真的很重 好了 这一期视频呢 就大概录到这里 希望大家加个三连加关注 然后我是天天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